今天我們來看到客廳的部分囉 我老是覺得他真的還滿喜歡這種柔美的圖騰 對 因為其實我們屋主他家人大部分都在美國 那他有時候會過去 那其實會滿喜歡 一開始設定是稍微要做的比較純美式一點 但是我們知道純美式他就是現板很多 那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他其實不可能常常去做清潔或打掃 那我只有帶一點 就比如說剃腳板的部分 用一個高一點的剃腳板 然後做烤漆白色 這樣的一個感覺 把它帶出他想要的比較休閒的美式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空間出現的第二張壁紙 它其實也是一個花鳥的圖案 那它稍微帶一點亮摺度 所以這邊看起來的話 就是會稍微讓這個電視牆稍微有點亮度 那搭配我們兩側的這個展示櫃的燈光 是從上面打下來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個展示櫃的成板 我們是做一個烤漆白色邊框之後 中間砍茶色玻璃 那讓每一個展示品這樣放下來 直接燈光是由上而下透出來的 在這個展示櫃的旁邊其實還是要兼具收納的功能 那因為在屋主的部分它其實就是很休閒自然 所以我們特別挑了一個這樣的雕花瓣 它其實是有點像貝殼啊 或者類似花瓣的這樣的一個圖樣 放在這邊 那讓它覺得整個空間上是自然然後舒服的 是啊 這個空間還滿舒服 因為看這個電視主牆的時候 你不會有壓迫感 其實這個房子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跟大家講平數 講一下平數跟它的房間數 大家才可以感覺得到 那個空間設計感有多重要 這個房子的話它實際室內的話大概只有30坪左右 那建設公司它給的時候是給4個房間 對 所以就變成說每一個房間它的空間上來講 可能不是那麼的寬敞 對 那因為我們屋主的部分 它本身家庭人口數比較簡單 所以它一開始找我們的時候 也是因為有看過我一個案子 就是說有一個玻璃隔間 那客廳然後書房是直接連主臥室的 所以書房跟主鍋其實是一個二合一的空間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動到的隔間就是書房的這一道牆壁 那我們跟以往的做法比較不一樣是 因為這個拆掉的話你可能地板還要補 所以我們就建議說 那我就是這個客廳的眾生 如果你覺得你OK的話 那我就只拆一半 然後把上面做成透明的玻璃隔間 對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讓整個空間感 稍微整個視覺就是延伸到書房裡面 你就不會覺得這個沙發背牆只到這裡 而是透過這個玻璃 清玻璃穿到後面那邊才是沙發的背牆 對 沒有錯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書房的空間原本規劃是一個房間的大小 所以其實我們用不到這麼大的空間 那我們一樣就是照我們的手法 就是說把書房跟主臥室的牆也拆掉 那讓主臥室的空間可以多個20公分出來 吃到書房 那主臥室就大了 OK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之前記得你當初個案在用這樣手法做設計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這樣的隔間你修的這個弧度 我記得你之前修的弧度比較大耶 對 因為當初我們之前那個案子的話是沒有這個實際的水平牆 對 那就變成說這個弧度可以依照我們木工下的這個格柵的位置 去做這個玻璃的一個弧度 那因為這一次我們希望保留客廳沙發可以寬一點 所以這個牆壁我們並沒有整個全部拆除 那就變成說我的石牆在這邊 那我要做一個這邊走道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這個圓弧上就會有點受限 那會做比較小一點 有啊 你這個弧度就比上次那個小一些 對 這樣講更清楚一點 是不是如果我的牆 如果你真的要拆到這邊的話 它的弧度就可以做 弧度就會大一點 喔 我懂了 還是是現場的情況需求而有改變嗎 沒有錯 OK 帶我進書房看看好不好 好 這個書房很棒的設計就是 其實它跟主臥室其實可以二合一也可以獨立了喔 沒有錯